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 我們早上7點10分 從新宿西口的高速巴士站出發 今天使用的票券是 富士五湖周遊券 交通包含 新宿到河口湖來回高速巴士 和富士五湖巴士二日券二擇一 有河口湖西湖周遊巴士 和山中湖路線可選 以及富士五湖地區 旅遊設施優惠卷 不到兩小時的車程 我們就到河口湖車站了 準備搭乘河口湖西湖周遊巴士出發囉 位於三尼縣南都流峻的 富士河口湖畔的大直公園 從這裡可以移望富士山的角色美景 搭配被登陸為富士世界遺產的 來構成遺產的珍貴湖泊 以及河堤旁有種植許多花花草草 不管怎麼拍照都很漂亮 也能拍到倒映在水面上 有名的逆富士山美景 旁邊還有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裡面有販售許多餐點和可愛的販售禮 還有能看見富士山的咖啡廳 以及這裡有濃郁奶香必吃的霜麒麟 結束大學公園的參觀 我們乘著河口湖周遊巴士的霜麟 每次往下一站前進 秋天來到日本河口湖掃風 也不能錯過河口湖的紅葉回廊 位在河口湖北岸的附近 是很值得前往賞風的景點 從樹上到底上都是滿滿的紅葉 落下的紅葉鋪成了層紅交錯的紅葉地毯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滿意忘懷 點燮 全頭與紅葉外的小河口湖 河口湖環湖步道 相當平整又寬敞 河口湖環湖步道向前走 可以用好多角度欣賞到富士山的美景 天上山纜車 攬車來回一個人是日幣700 使用富士周遊券購買可打九折 河口湖的先生 天上山公園 是鳥看整個河口湖 和富士山最棒的制高點 這裡有兔子神社 梨子茶屋和天上之中 都是必訪景點 兔子神社主要可以祈求 智慧 安全 與身體健康 原本是為了保佑登山的觀光客 或旅人而設立的 最後回到河口湖車站 將明信片寄出 準備搭乘下午4點10分的高速巴士 從河口湖站回去新樹西口 掰掰富士山 期待我們下一次再相遇 回程遇到大塞車 只好把剛才在河口湖買的飲料和糖果拿出來果腹 到了新樹立馬衝去吃晚餐 和逛逛基安殿堂和藥妝店做最後採買 早上8點就起床準備 拖著重重的戰利品前往機場 先到池袋搭乘成田特快 前往成田機場第二行下 單程一個人是2000日幣 單程一個人是2000日幣 短暫的六天五夜 上風之旅就這樣沖沖的結束了 就像是旅行一樣的 現在是旅行的 一旅行會議員 旅行會議員 旅行會議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